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看到地上有好多那个液体 同车医科学子辅助平堂 施展所学 援手相助 在现有的那种条件下 我就通过中文的角度 我们跟大家按摩一些学位 然后缓解它当作这种症状 然后平和心率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 急救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各位晚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那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 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那线索一经采用 可以获得300到1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我们来看新闻 昨天晚上十点多在长春市街头 一辆警车始终在一位骑行者旁边 保护他向前骑行 不少司机和行人纷纷着猜测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骑自行车还有如此大的排场 那这个人他叫王向英 是一位国际级路跑丈量员 2019年长春国际马拉松 5月26号就要开跑了 按照国际田连的规定 在马拉松比赛前 必须要对赛道进行确认丈量 受中国田径协会委派 拥有丰富丈量经验的 国际级路跑丈量员王向英老师 对赛道进行了标准丈量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 说42.195公里的马拉松赛道 是如何丈量出来的 究竟是否标准呢 下面就跟随镜头 一起寻找这些答案的答案吧 老师你现在算的是 一公里的转术 车子的转术 对 晚上9点30分 在长春体育中心 体育场南门门口 王向英和丈量小组的工作人员 正在做丈量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不影响市民的出行 和正常的交通运行 马拉松赛道丈量工作 只能选择在夜间进行 赛道丈量主要的测量工具 是一辆自行车 和一个安装在自行车前轮轴承部位 火摘盒大小的裙丝测量仪 把这个穹磁技术器 把它放在自行车上 自行车前轮转 这个穹磁技术是他要转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测了一下 那个叫人线 这样的话我们知道 一公里大概跑多少转 到了这个转时我们也停 到了转时停 从一公里开始 也得到42公里 晚上十点 丈量工作正式开始 从赛道起点出发后 王湘英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骑行 模拟运动员最短的跑步路线 每到一公里停车一次 一到这个点我们也要停一下 停完之后呢 它断下标记 因为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后车 现在这个后叫人 因为它这个温度不一样 这个自行车这个胎压不一样 它转时它就不一样 不可否认 即便是再精准的丈量 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 马拉松赛道的丈量 是一种体力活 也是一种手艺活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今年已经是王湘英 第三次为长春国际马拉松赛道 进行丈量 找这些点 以后他们运动员 他可以有力配做一下 因为在五公里以后 要配的饮料饮水 首先保证的距离正确 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这边还是可以的 气候正好 没有特量路线你不正确 就没法进行 有些有些运动员 可能跑出非常好的成绩 不经过这种路线认证 肯定就不算了 长马脚步日益临近 马拉松比赛看不到的故事 就写在赛道上 每一公里的指示牌上 当参赛者在赛道上奔跑时 或许不会有人想起 赛道的丈量员 和参与丈量的工作人员 大多数人也没有机会 看到他们丈量赛道 所付出的辛苦 但是也正是因为 他们的每一滴汗水 才让运动员 有了更多的保障 第一报道 从龙镜送件报道 据我们了解 本次长马赛道 丈量的工作从晚上10点正式开始 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那长达42.195公里的全马赛道 通过一步一步的丈量 才能保证每一公里都是精确的 而据王湘英老师介绍 他测量的赛道误差 应该是在20米之内 组委会将在此基础上最终调整 赛事路线图 科学落实各饮水用水站点 补给站点 医疗站点等等点位 在这里要感谢所有参与丈量工作的工作人员 你们的努力将为所有跑者 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长马赛事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 5月26号2019年长春国际马拉松 就要鸣枪开跑了 这么算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 我估计现在可能有很多 已经报上名的选手正在积极的备战 公园里估计有不少人都在跑步了 那么跑马拉松 其实也是有不少注意事项的 下面我们就先来连接一下 正在长春中医高等专科学校采访的记者 丛隆敬 通过他了解一下 目前这跑马拉松应该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龙敬你好 龙敬你好 主持人你们好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田径场上 那现在这个时间段 大家可以看到 在田径场上有很多学生 都是在进行一个训练 包括在赛道上 有很多人在进行跑步的训练 那我们了解到 刚才我也问了一下 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 今年也有不少报名参加马拉松比赛 同时在学校 有很多的学生是参与到了志愿服务当中 那么在去年实际上我也参加了咱们长马的半程的马拉松比赛 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 也是由咱们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给我做的拉伸 当时应该说这个拉伸运动还是非常有必要 那说到这儿 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就今年咱们这个长马呢 从5月3号10点报名开启之后呢 不到24个小时 3万个名额呢都已经报满了 也就是说目前呢 整个的这个报名通道已经全部的关闭了 那么现在很多人相信都在进行一个紧张的训练当中 训练呢肯定会这个有一些问题的出现 比如说像我最近几天跑步的过程当中就膝盖受伤了 目前正在进行一个治疗 那么在现场 我们今天也是专门请到了咱们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这个宋主任 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个跑马拉松 或者是在备战的过程当中注意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宋主任正在跟这个我们学校老师和学生进行一个拉伸的训练 主任你好 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不到20天就要跑长马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注意事项 是的 我们首先呢 在咱们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训练过程中切记第一点 不要突然给自己加料 就按照平时自己的节奏来 该怎么跑就怎么跑 一定要切记这一点 还有在咱们比赛前的饮食上 一定要规律 尽量不要吃太油太腻 尽量以清淡为主 那么实际上跑量大家有一个坚持 但是有一些人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膝盖就受伤了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不建议大家要参加马拉松比赛了 首先呢身体的疼痛是一个信号 如果你有信号传递给你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勉强行事 首先第一 如果感觉自己身体有不适应的情况下 不能坚持不要勉强 第二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平时我们在热身的过程中 一定要做到 把热身做好 身体会减少很大一部分的伤痛 那么说到这儿 实际上您是专家专业出身了 那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在训练当中 跑步过程当中 包括这个教学过程当中 总结出来跑长马 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状况呢 长马 比较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总结一下 有这么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呢 热身不到位 热身呢 我们一定要是先做几点 这样我先给你做几个示范动作 好 我们看一下 旁边我们一起两位老师 有两名老师 在这里跟我一起进行热身 首先第一 要注意我们的 怀腕关节 还有膝关节的热身 首先我们要做的 第一个最常做的 就是弓不压腿 前腿弓 后腿蹬 身体正直 向下压 两腿交替进行 大概每腿30次左右 两腿交性 对 再一个呢 就是怀腕关节 主要是把咱们的怀关节 进行一个充分的打开 让怀关节前后左右 各个方向 都有一个充分的热身 怀腕关节 还有一个最常用的 就是我们的 后韧带拉承 下面呢 请我们两位老师 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身体挺直 后腿搭起 另一只脚 搭到一只前脚上 足跟抬起 反复进行30次 每一条腿交替进行 30次之后 连续做5组 一组30次 连续5组 这样会把你的后韧带 充分拉开 能保证 咱们在运动过程中 轻易不会受到伤害 那么在跑的过程当中 一旦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就要重视比赛 如果我们在比赛过程中 身体如果说膝或腿 某一个部位 有疼痛感的话 我们最开始呢 也不要太害怕 我们可以放慢自己的速度 让自己的速度降下来 如果两到三分钟 没有缓解的话 我们尽量改为走 走 如果还是不能缓解疼痛 疼痛感一句 那我们就只能放弃比赛 不要勉强 毕竟身体重要 好 辛苦了 宋老师 实际上 从专业角度上来讲 宋老师应该说是非常专业 而且有很多话想跟我们说 但暂时呢 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全部给大家进行介绍 但是宋老师提醒大家 如果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 比如说护具 护膝啊 护腕啊 这个护踝啊 相关的护具要戴好 包括帽子要戴好 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注意事项呢 我们也会进行采访之后呢 给大家进行主意的介绍 那么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的这个参加 长跑的这样的爱好者 如果在参赛的过程当中 身体一旦出现不适呢 就要果断地进行放弃 也就是量力而行 不要勉强自己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马拉松赛道上 能跑出健康 跑出这个愉快的心情 同时跑出一个自己 这个最满意的一个成绩 那主持人以上呢 也是记者从龙靖和初冬 在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为大家发回的现场报道 主持人 好的 谢谢龙靖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特别实用的一些小技巧和信息 我相信这些这个拉伸 包括这个热伸的一些小技巧 不仅仅是在长跑当中 其实我们运动当中都用得到 如果刚刚大家留心看的话 下一次运动 一定提前把热伸和拉伸做好 好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这些出租车使用快件 向乘客索要高价 一直以来呢 都是运管部门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 近日 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的执法人员 在一次例行检查当中 查获了一台涉嫌使用借驾器快件的车辆 驾驶员也将面临严惩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月初 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 综合执法第六大队的执法人员 通过对近期的案件梳理 发现长春市华能实业公司 有一辆出租车出现过29次投诉 发现这一情况后 执法人员立即对该车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当中 执法人员发现 该车司机都是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来收取车费 本想通过这一突破口来找到该车 但该车司机却更狡猾 他曾经注册过在那个微信支付平台上注册过就是一个号 就是通过微信能支付的 注册的是JZ9023 他自己开的是JZ5862 执法人员表示 该名司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处罚 逃避打击 从而获取更多的非法利益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 执法人员找到了该车车主 并且在车上发现了该车被投诉近29次的原因 这是一个接收装置 然后利用遥控器 然后把它通过接收装置 把它改变它计较器路程 多次投诉都是因为表快或者是计较器不准 都是这种情况 平时20多块钱 它用快件就能多打出一倍的价钱 根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68条的规定 对擅自改动机家器或者拆卸机家器前锋 导致机家器失准的 对相关责任人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处以吊销许可 我们计划今后在各厨城口以及大学周边 还有轻轨站等各处 人流密集区进行定期巡查与不定期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上述那个溢价 出车不打表等违法违规行为将进行严厉查处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执法人员也表示 在日常处理机场来往的车辆的投诉的时候 有很多投诉都是因为出租车三块钱停车费 和司机收取乘客往返的过路费 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您乘坐去往机场 或者从机场回到室内的出租车的时候 只需要缴纳单程的过路费 而机场的出租车三块钱停车费 咱们是不用缴的 那如果遇到出租车司机违法收取您停车费 或者是机场双程过路费的情况 及时保留好证据 或者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043187691234进行举报 我们再来换话要提 为了城市环境更加的整洁 长春市路远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 对辖区内的违规广告牌进行了依法拆除 提升了城市出入口的美观 恢复了城市天际线 长农城市出入口是长春市重点打造的城市出入口之一 近年年初 长春市路远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协调长春市市交通局等部门 对长农公路沿线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进行现场调研 结果发现沿线的一些广告牌匾大小不一 陈旧破损 不仅损害城市形象 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经过现场勘查 反复勘验 超友尔确定交通局所有审计的牌匾已经过期 现在目前的牌匾存在着设准天头厂已经破损 有安全隐患 为此我们跟长春市交通局共同联手 对整个沿线的202块户外广告牌匾和商家指示牌 进行个统一进行个拆除 目前长农公路沿线各类违规广告牌匾已全部拆除 专项整治中共拆除大型广告牌匾202个 按照一垫一匾的要求 清理沿线商业牌匾20个 恢复了城市出入口整洁通透 改变以前出城口脏乱差 这种视觉污染 这个是我们重点打造一个 下部就是我们结合长城市三高一口的改造 我们把出城口在重点打造一下 把长农出城口打造成长城市一个新的出入城市的一个重要出城口 第一报道永平广言报道 长城市民高大爷今年60岁了是一名环卫工人 这些日子高大爷总是闷闷不落的 每天也不能出去工作了 为什么呢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啊 就在前两天 他每天上班都要用到环卫车被人偷走了 高大爷今年60岁是长军市朝阳区市中行卫局自由大队的一名环卫工人 每天上班和他心影不离的就是前两天丢失的那台环卫垃圾清扫车 为了能多干点活 今年年初高大爷自费购置了这辆机动车 这车花五千二 花五千二买的嘛 两月的工资嘛 大概两个月 据高大爷回忆 丢失环卫车当天下班后 他就把车放在了小区传达室门口 令他气愤的是 小偷竟如此大胆 在自己眼皮底下就把车偷走了 高大爷随后向长城市公安局自由大陆派出所报了警 警方调取了路口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华为清扫车被偷的过程 监控视频显示时间是4月30号凌晨1点16分 画面中出现了两名汽车男子的身影 大约过了两分钟 其中一名男子先走了出来 准备汽车离开 最后另一名男子系着高大爷的黄伟清扫车 也快速离开了小区 丢失清扫车的这些天 高大爷一直是借别人的车用 他希望周围有人见过他丢失的车辆 可以给他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第一报道流露金心报道 列车行驶途中孕妇突感不适 凉水过滤情况危急 当时还看到地上有好多那个液体 同车一科学子辅助平堂 施展所学 援手相助 在现有的那种条件下 我就通过中央的角度 跟他按摩一些学位 然后缓解他当作这种症状 然后平和心率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急救 刚刚度过的五一假期 对于长春中医药大学 银二学生于昌光来说 可以说是记忆深刻 一名怀孕六个月的女子突感不适 于昌光紧急时刻 是伸出了援手相助 那回到长春的于昌光 也是第一时间 接受了我们栏目的采访 当天现场救助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往下看一下 五月六日 一段新时代青年 长春某大学研究生 火车救人的视频传被网络 五月七号上午九点 记者在长春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 见到了这位热心救人的学生 于昌光 五月五号那天的话 然后八点半 我乘坐G386车列车 然后返回学校的途中 在下午两点 大概两点钟左右的样子 当时正值午休 然后听到广播里面说 问列车上有没有医生 正躺在卧铺上 半睡半醒的于昌光 迷迷糊糊的听到列车广播 列车上七车厢的一位孕妇 身体出现了状况 正在寻找医生 于昌光所学的专业是内分泌 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怕处理不好会添乱 但是不去 他又不安心 于昌光就从自己所在的15车厢 一路小跑 赶到了孕妇所在的七车厢 是一个中年孕妇 简单的就是循环下病情 当时还看到地上有好多 那个液体 然后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护士 然后我们就初步 就是判断他是那个羊水破裂了 他当时是有那个腰酸 特别难受 表情的话也是 比较紧张的 很焦虑 就害怕会出现什么情况 经过对孕妇家人的询问 于昌光得知 孕妇怀孕六个月 在吃过午餐后 平躺休息时 感觉下体不适 随后 于昌光和另外一名护士 一起将孕妇的臀部抬高 让孕妇仰卧平躺 避免羊水继续流出 并不断地安抚孕妇 询问列车员还有多久能到达 究竟的车站 然后寻求帮助 他说还有十几分钟 我当时在想 这十几分钟我应该能做什么 第一个就是把他情绪稳定下来 在现有的那种条件下 我就通过中央的角度 跟他按摩一些穴位 然后缓解他当的这种症状 然后平和心率 于昌光一直按压着孕妇的内观 河谷 屈齿等穴位 为他缓解不适的症状 十多分钟后 列车停靠了马城站 列车乘务员和120的工作人员 一起将孕妇抬下了列车 当时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吧 因为他当时那种情况 我觉得他每一分钟都很 就是每一秒钟都很难走 就是这十几分钟 怕他就挺不过去 特别紧张 然后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那种 能够给身边的人或者是患者 带去一点帮助 就心里感觉挺自豪的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在我们前面播出前 我们得到消息 很遗憾 视频里的那对年轻夫妇 最终还是失去了胎儿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 出门在外身体情况比较特殊的话 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及保护了 好的 那下面这件事呢 也是暖暖的正能量 4月26号这位老人 在一起车祸当中被撞受伤了 一位过路的路人上前对他进行救治 而这一位可不是一位普通的路人 4月26号晚6点40分左右 在长春市前进大街 金宇大路西行200米处 发生一起车祸 一名老人被撞倒 而幸运的是他被路过的一名路人发现 并进行了临时救治 视频中有一位身穿深色外套的老人 躺在地上 旁边一位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 正在对其进行急救 他检查了老人的瞳孔 并询问老人是否能听见 这位好心的小伙子 就这样边为老人做检查 边安抚老人 直到救护车赶来才默默离开 事后记者多方打听 终于联系到了当时救人的小伙子 原来他是吉林省肿瘤医院 麻醉科的医生 名叫张奇 那天晚上是大概六点半钟左右吧 我开车回家 然后就看到路边 马路对面 有很多人在围观 然后我就特意看了一下 一个老人躺在地上 就一动不动 旁边停了一辆轿车 第一反应应该是有车祸出现 那么因为他和这个老人一直不动 我就担心会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出于我们这个职业的这个本能吧 想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张奇告诉记者 他当时路过 看见老人躺在地上 来不及多想 就上前为老人检查急救 作为一名医生 他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 无论什么时候看见这样的事情 需要他 他都会去做 其实遇到这样的事吧 可能每一位这个医务工作者 都不可能去袖手旁观 都会去出于自己的这个专业的技术 还是出于这个助人为乐的这个思想 都会去帮一把 把自己发自内心的这种助人为乐 帮助他人的这种想法 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 仅此而已 那位老人是幸运的 在发生意外时 遇到了一位医生出手相救 就像张琪一生说的那样 遇到他人需要帮助时 如果每个人都能伸出援助之手 这个社会将更温暖 希望我们不光是医务工作者 还是我们社会各界的这些朋友们 遇到别人有困难 别人有危机情况的时候 都不要修守旁观 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很温暖的吧 假想是我们的家人 遇到这种特殊情况 我想大家也希望 别人能及时地帮我们一把 因为像这种情况 我们说黄金抢救 就是那几分钟时间 如果你伸出了你这个援助的时候 可能就会留住他的一条生命 这你就是挽救了这样的一条生命 第一报道 新奇盛印报道 五一假期期间 很多人都会选择出去玩 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街地气的民宿成为了定房的首选 但是在五月一号 一对情侣入住青岛一家民宿 却意外地在房间的路由器里 发现了针孔摄像头 那市主说呢 他是通过一个民宿平台订的房 嫌疑人从三月份开始偷拍 针对此事 这家设施的民宿平台 昨天回应说 已经永久性地移除了设施的房源 并向该房客表达了诚恳的歉意 五月一号 在山东青岛的一个民宿内 一对情侣入住后 发现床对面一个路由器有点奇怪 个人的一个习惯 就会全部都去简单地看一眼 最后就查到二楼的正最长的桌子上面 有一个路由器 然后这个路由器上面是有一个 依次针孔的一个东西 我不敢看地理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房子 因为它就是有足够高的一个可能性 的情况下 然后我去把它拆掉 拆的时候 上桌就感觉你的裸子比较松 然后我就觉得它应该是被拆过的 然后打开一看果然 你往下看就能看到那个真空的那个设备 李先生在微信群直播了拆除过程 随后报警 然后报警了周末 就警察就继续出警 中午还不知道下午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抓到人了 他应该是一个二房东 事件发生后 Airbnb平台向房客表示了歉意 表示已经专人专线在处理事件 目前已经向当事人退了房费 并承担了当事人后续酒店住宿的费用 那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再次向这个房客表达这个诚恳的这个道歉吧 那我们想说的是 我们对这种事情呢 就是对这种任何期算也次的这个行为呢 肯定是持这个零有忍的态度 我们已经这个永久的移除了这个设施的房源 根据李先生提供的处罚文书显示 设施男子从三月份开始偷拍 已被行政拘留二十天 罚款五百元 设施民宿属无证经营已被取缔 房客李先生希望 Airbnb平台提高平台的审核能力 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 虽然设施的民宿已经下架 但是这种没有经营资质的房源 又是如何出现在Airbnb的平台上的 对此Airbnb并未回应 其实这样的民宿偷拍门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除了中国 类似事件还在爱尔兰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也都曾出现过 作为消费者 我们在入住酒店民宿时 应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呢 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 近日德云社因为一起众筹事件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德云社成员国德纲弟子吴贺臣突发脑出血 家人向社会各界众筹一百万元巨款来治病 网友就追问了 难道德云社没有给他上医保吗 那更有争议性的是 吴贺臣家在北京 有汽车 有房子并不缺钱 目前水滴筹官方回应说筹款已经停止了 同时水滴筹回应众筹审核质疑 他说他没有资格去审核发起人的房产和车产 这位就是吴贺臣 北京昌平人 原名吴帅 1985年出生 2009年拜郭德纲为师 今年4月8号凌晨 吴贺臣突发疾病被送往天堂医院 随即被诊断为脑出血 出血量非常大 做CTA时人已经失去意识 吴贺臣在两天内做了两次开颅手术 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0多天 直到5月2号 吴贺臣才清醒脱离呼吸机 但右侧肢体偏瘫也不能说话 好在意识清醒 吴贺臣的父母在众筹平台水滴筹发布求助信息 称夫妇的退休收入远远不够药物及治疗的开销 万般无奈下 只好恳求各界好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共同帮助这位苦命的孩子战胜病魔 捐出一分零钱献出一份爱心 托起一份希望 延续孩子生命 需要筹措100万元 然而不少网友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立马震惊 求助帖下方的补充信息中 著名吴贺臣家里无房产 有一辆价值13万的汽车 家庭年收入仅有7万元 吴贺臣本人有医保 另外求助帖子的补充信息中还透露 家里有两套房子 不过没有房产证 这下网友更炸锅了 在北京有两套房子 竟然还要求助 针对网民的质疑 吴贺臣的妻子张红义 在微博上回应 他说自己不会用众筹平台 首页让输入金额 就输了一个上限额度 金正目前他一共筹到了 148184元 费用暂时够了 所以把众筹通道暂时关闭 后续需要会再行商议开通 而家中的两套房子都是公租房 为吴贺臣的爷爷和父亲名下货租 无法买卖 而那辆汽车则为婚前购置 吴贺臣父亲脑梗瘫痪 日常书行很麻烦 车也不能卖 德云社发布声明称 吴帅妻子发起的水滴筹众筹是私人行为 家属称对于之前受捐的款项 会按照规则由平台直接划入医院账户 用于后续治疗 并将公开相关花费明细 德云社和郭德纲本人将继续向其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 针对网友的对百万筹款的疑问 水滴筹平台回应称 没资格审核发起人车产房产 但是有房有车也可以发起筹款 曾与医院沟通 但医院称病人正在治疗中 医疗花费也没办法给出详细 其实剖开吴贺臣是德云社相声演员这个身份 如果一个普通人生了病是不是一定要倾家荡产之后才有资格向社会求助呢 在向社会求助的同时是否有权利过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 求助就一定要彼此喊吗 当地时间周日下午 一家俄航客机由于突发故障折返 紧急降落时起火 导致41人死亡 出试航班上没有中国公民 目前客机内的两个黑匣子已经被找到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俄罗斯6号已经开始调走出世的俄罗斯航空客机 在莫斯科系列眉睫沃国级机场的残骸 有关方面表示 会通过飞行记录仪中的资料 包括飞行员对话 加上乘客及目击者的证词 重组飞机失事意外过程 有飞行员在观看了客机紧急降落时的整个过程之后指出 明显看到客机着陆时 机尾撞向地面才导致飞机起火 而非飞机在空中起火 还有报道指出 客机降落时撞向地面 撞爆了飞机邮箱导致起火 俄罗斯当地传媒则引述机场相关人员表述时说 客机是被雷电击中 令飞机通讯系统失灵 于是客机最后采用了硬着陆的方式降落 有资深飞行员称 从目前视频中看到的飞机超重的降落程序来看 时事客机并没有按照惯例 在空中盘旋的时候卸下更多的航友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昨天也首次公布了俄航客机起火后 驾驶室和机舱的照片 该照片清晰地呈现出 烧焦的驾驶舱和机舱 目前时事客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 俄罗斯应急部门消息人士说 两个黑匣子包括一个飞行数据记录仪 和一个机舱话音记录器 都被找到并被拆卸下来 目前调查人员正在研究这两个黑匣子 事发后俄罗斯航空公司在官网发布多条声明 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并公布了目前已经确认的幸存者名单 此外俄航还公开了事故的一些细节 相关人员在55秒内撤离 行业疏散标准为90秒 机长最后离开事火飞机 当飞机发生事故时 所有人都处在极度惊慌之中 但是由于一名空姐临危不乱的处置 让这些惊慌失措的乘客得到更多循环的可能 这名俄航空姐不仅第一时间 踢开了飞机的一扇出口门 让乘客逃生 而且为了加快疏散速度 他还揪着乘客的衣领 将他们一一推下飞机 这名34岁的空姐名叫塔吉扬纳 塔吉扬纳说 当时传来一阵巨响和一道闪光 机长所有乘客都在看着他 他说机舱内起初并没有火 我用脚踢开了门 为了加快疏散速度 我从后面抓住每个乘客的衣领 把他们推了出去 空姐塔吉扬纳告诉媒体 黑烟越来越重 后面的人只能爬着出去 在人们惊恐逃生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却让人细思极恐 在现场视频中 飞机仍在燃着熊熊大火 幸运逃出的乘客慌张撤离 在这些人中 竟然有人提着大件行李 今日俄罗斯公布了一段 乘客在惊恐中 跳下起火飞机的视频 人们在逃离的时候 镜头后面传来一段声音 拜托拜托伙计们 快点快点 众所周知 飞机上通道狭窄 一个人停下抬手拿行李 就意味着后面乘客会被堵住 飞机遇险 有一个说法是 逃生的时间是黄金90秒 挡住逃生的通道 付出的可能就是生命的代价 好的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未来24小时 我们吉林省内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全省晴有时多云 预计明天白天 我省大部分地区 有三到四级偏西风 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 在22到25度之间 与今天相比 气温变化不大 来看中国天气网 刚刚发布的 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长春多云 长春多云13到25度 吉林多云转晴10到23度 四平晴9到25度 辽元晴7到24度 通话晴转多云5到23度 白山晴2到22度 白城晴12到24度 松原晴12到24度 延期多云转晴6到24度 长白山多云转小雨 零下4到5度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精选千种春茶 茶博会免费抢先喝 华聚臣第八届 长春春季茶博会即将开幕 现场更有精美的紫砂陶瓷 好礼送不停 5月10号到13号 快来长春会展中心9号馆 免费参观 免费品茶 并且我们现在还有好礼相送 就是我们手中这两张票 您可以到茶博会现场 领取我们第一报道的 专属好礼和随手礼 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 就是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850-1234 打进热线的前五名观众 每人就可以获得 这两张茶博会的票了 现在您就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吧 大平得不得 烙点实在刻 随着气温的转暖 大街小巷有越来越多的绿植 陆陆续续地进入了开放期 五颜六色的花朵 装点着城市的每个角落 这就好比啊 素颜的媳妇开启了美颜功能 心情就是一个字 得劲儿 然而在美景之下 也会时不时地暴露出丑陋的一面来 今天上午在长春市南关区的净水厂附近 园林的工作人员 刚从车上卸下来一些盆景花 准备种到路边的花坛里 却被一个路过的阿姨啊 给截胡了 只见她顺手牵羊 致使好几株的盆景不幸遭殃 人家是一边摆 她一边揣 到头来呢 这些花花草草还没等上岗呢 就提前退休了 老话说的好啊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可是把公共的资源据为己有 这事办的确实不厚道 就算是眼前的花花草草 能够美化家里的窗台 却美化不了人的心灵 说句实在话 这岁数也不小了 请给自己啊 留点尊严吧 如果说刚才的那位爱占便宜 那么下面的这位就是个急脾气 前不久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的税务大厅里 来了一位特殊的纳税人 别人进门啊 是匆匆忙忙 这位进门是叮叮光光 一顿横冲直撞 引得大伙儿 振振惊慌 只见一辆红色的小车破门而入 直接怼在了柜台前 把这工作人员吓了一大跳啊 心想 这人谁呀 办理业务 飞单不排队 还这么隆重 原来啊 这司机呢 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 刚拿驾照没几天 忙中出错 把这个油门当成刹车了 这才闯下大祸 由于她的操作不当 致使大门破碎 桌椅横飞 两人受伤送进了医院 好在啊 没有生命的危险 由此可见 这女司机啊 是真惹不起 总能出其不意 把惊险和刺激带给你 说句实在话 我一直有想法呢 想给这个汽车生产厂家 提点建议 能不能啊 赠送一个人工智能的司机 把类似的风险降到最低 要不然 就算我躲进屋里 也照样措手不及啊 下面这事呢 也跟开车有关系 以前的新闻报道当中 经常会出现 怒怒的司机 未争一时之气 马路上是来回变更车道 上演变车大戏 5月4号 在云南的昭通 再次出现了类似的一幕 不是 只不过呀 这个阻挡的车呢 与众不同 是一辆警车 事发当天 警车出任务 不料啊 遇到了一个 非常奇葩的客车司机 不知道出于何等的目的 这小客车呀 故意挡在了警车前面 足足行驶了十公里 最终是在附近派出所的帮助之下 才将该车拦截 据调查呀 该车为非法营运车辆 目前的司机已经被刑拘 这我就纳闷了啊 你说这司机 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呢 本来自己开营运车辆 就是违法行为 他还不尿窍的 跑到警车前面嘚瑟啥 总结成一句话 吃饱了撑的 没事找茬 说完了自讨苦吃的 咱们再说一个胆大妄为的 前不久 珠海交警在高速公路上 拦下了一辆 武林红光面包车 别看这车的个头不大 负重可不小啊 打开车门之后 把交警也吓了一大跳 里面的座椅全都被拆掉 塞满了五十个 充满了气的煤气罐 重量将近有一吨啊 您就说吧 一旦他们当中 有个把抱脾气 行驶的过程当中 上来一股火 这辆车可就相当于 一个移动的定时炸弹呢 司机刘某交代了 说自己啊 专门做这个充气送气的生意 跑一趟能赚五百块钱 目前呢 刘某因为非法运输危险的化学品 将面临着三万元的处罚 我估计这司机啊 肠子都得毁清了 因为这笔罚款 他得跑六十个来回啊 才能毁本 这样看来 这炸药包也不是那么好背的呀 好了 今天咱们就得步到这里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困难 咽尿频多等症状 一直困扰着中老年男性 久脱不治 严重后会导致急性尿捉流 肾功能衰竭 甚至伴随癌症 传统手术层层削掉增生组织 出血量大 痛苦酒 长期带尿带 一复发 美国介入拴腮术 大腿根部一毫米 针眼介入治疗 使增生组织萎缩 前列腺恢复正常大小 无痛 效果明显不复发 当天下床 三天出院 远离尿带 一次治疗 终身受益 第一报道 节目携手黑龙江远东 新脑血管医院介入科 启动前列腺增生公益活动 免费为全省前列腺增生患者检查 并有介入科权威专家现场亲诊 同时免费为30名 电切术后复发的患者 施施介入治疗 高龄无法手术 长期带尿带的患者 可以申请医疗补贴 援助热线 0431-8581-8577 作为干一行 爱一行 这是每个劳动者 都应该遵循的职场法则 出于对职业的热爱和坚守 很多人都会努力工作 创造更好的价值 但创造价值的同时 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不要因劳而成疾 有些疾病 可能就是在不经意间发生变化了 王发今年59岁 是一名货车司机 平时在市区里开车送货 回想起两个月前 王发说 他的工作和生活 被困扰得一团糟 开车 你不能说 就经常站车停车 在市里 尤其在市区 尿个月就不行了 严重时候排尿和印 总感觉有尿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 影响了王发五年的排尿难 罪魁祸首竟是前列性增生 而且已经压迫到了膨胱 所以才会造成 他如此困难的现象 王发觉得 落下了这个病 可能跟他常年久坐开车有关 那刹车所 就是方便行吗 就上 方便就憋着 对手一憋着就憋坏了 一部人职业病的关系 比如说出租司机 IT行业 都容易过早的前列性增生 第二个 有一部人年轻时候 患患前列性炎 这部分也容易 造成前列性提早的加速 本来不到 得这个病的年龄 但是临床症状已经很重了 王发说 几年前身边一些车队队友 也有换过前列性增生的经历 而且做了传统手术 但最近几年 队友的病又复发了 看到这个情况 王发犹豫了 这一年也看了很多地方 但是说 那种治法 有点不敢管治 管治 就是能维持 七小之后 说一年二年还复活 王发辗转了解到 现在前列腺增生手术 有了新技术 前列腺动脉栓树 只是在大腿根 扎个针眼 用一根一毫米左右的 导丝和液体栓栽剂 就可以彻底解决病人的痛苦 手术做完不到24小时 王发就感觉到了效果 就从哪儿出院以后 就第十四五天之后 就是一天比较好 现在两个月了 基本上跟以前一样的 正常了 就跟七八天之前 隔温之前正常 现在就晚上就是起越夜 下面又到了我们今天 第一快嘴的时间了 今天张云 要跟我们聊哪些西温区事呢 一下来看一看 本日想分说天下事 瞧嘴道尽是奸情 天南地北杂谈论 嬉笑怒骂聊古今 咱是敬唠 时刻 第一快嘴张云 在这给您行礼了 说第一快嘴 今天和大家聊什么呀 不久前 在辽宁的大连 街上一名男子啊 推着一辆自行车 在卖蒜 见买家呢 是位上年纪的老大爷 竟然动了歪心思 直接动手 抢起了老大爷包里的钱 没想到啊 结局极度的舒适 87岁的夏大爷 身体英朗 家住在大连 这天他独自出门去转转 看到了一名男子在卖蒜 夏大爷上前去问价 随后决定买上几块钱 夏大爷拿出三元整 对方说没法找零钱 老爷子说我不买了 可对方抢过钱包自己翻 卖蒜的抽出好底张 总共一百多元钱 那转身就要开溜了 扔下这个自行车都不想管 以为老爷子上了年纪走得慢 自己逃跑 他也就不能够追赶 没想到 男子刚走出几步远 夏大爷一把拽到他身边 我当了警察四十三年 光天化日 你敢抢钱 这男子听了这句话 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硬茬子 赶紧掏出了二百元 跪地求饶 但这夏大爷始终不松手 最后在围观群众的帮助下 该男子被成功控制 很快民警就赶到 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 进一步的调查 这老同志可以说是老当义状 现在的年轻人 跟他可真是没法比 小小的年纪一身病的 比比皆是 而这病啊 大部分都是好吃懒做引起的 前两天吧 我们编辑小马和朋友去聚餐 吃海鲜喝啤酒 好不痛快 然后呢 把这一桌子丰盛的美食 和这啤酒摆拍 发了个朋友圈 并配上了四个字 痛风套餐 虽然这是个玩笑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 海鲜喝啤酒的飘零啊 含量是非常高的 痛风病人不能吃 但是呢 有个小青年 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这虎山形 浙江杭州 德小杰 来到医院是想书业 医生问他怎么了 他说双手最近疼得裂 医生让他伸出手 这一伸手 医生的心理凉半截 只见他双手肿得大 更加突出是关节 经过大夫来检查 确定痛风 把那病历血 和小伙深入在交谈 他得了痛风十年 还要多一些 家族本来就有痛风史 平时常吃 鱼下蟹 拿着饮料当水喝 牛羊肉试着不断绝 医生听后叹口气 问他咋就 不信邪 明知有病不计口 以后这些您全都戒 要知道这小伙 今年才二十三呢 看完上面的病历 您有啥感想 老祖宗都说了 病从口入 这话呀 一点都不讲 在这里呢 我提醒一下 电视机前的朋友 目前痛风啊 那是越来越低灵化 不要以为自己年岁小 就成天家大鱼大肉 啤酒海鲜 一定要多喝水 多吃蔬菜水果 务必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像什么痛风套餐呢 咱能免呢 就免了吧 这正是老先生老当又义壮 小伙子走路都打晃 管住嘴来营养要适当 卖开腿呢 身体更健康 大千世界故事多 咱把奇闻来说一说 说什么呀 话说在我们那个年代结婚呢 光谈恋爱就得谈好几年 各方面呢 都得了解的清清楚楚的 才能办这个喜事 可现在有的小青年呢 结婚结的挺仓促 离的呢 也挺迅速 稍有不满意 俩人呢 就民政局走一趟 不过呢 也有想离离不成的 一方啊 想分 一方说啥也不干 于是呢 就出现了下面荒唐的一幕 小区超市收快递 方便大家是挺给力 每天你上班不在家 下班直接把包裹拿回去 中午吴女士到快递 老板带签放在了货架里 到了晚上下班点 吴女士正好过去去 可翻了一遍又一遍 翻了个八八又七七 可所有人的都还在 就没有自己的东西 老板也过来翻一遍 一样是找不到他快递 二人掉了下监控 发现一个男子来得及 应该是来取快件 翻找那个盒子 是自己 然后拿着个包裹 大摇大摆就出门去 老板想着呀 可能是这个男子拿错了 这事以前也发生过 便告诉这个吴女士 再等一天 男子发现拿错了之后 应该会给返回来 但是等到第二天傍晚 老板依旧没有见到 取走快递的男子来归还 于是便报了警 说到这儿了 您可能说啊 拿错了快递和离婚 有什么关系 别急啊 您倒是接着往下听我说 转眼已过聊两天 男子傍晚是又出现 还是过来拿快递 拿起一个就要出店 那老板演名动作快 一个箭步我到跟前 直接夺下他包裹 质问他这是谁快件 男子说是自己的 我来拿走 你有啥意见 老板查看收货人 于女士的名字在上面 直接把那电话打过去 对方不认识取见男 男子知道漏了线 反而恐吓起老板 今天我拿走 你没事 要不然我就砸了你的店 一看男子这嚣张 老板电话就报了案 奇怪这个男子也不跑 等待民警就到出现 碰见过嚣张的 没碰见过这么嚣张的 过来偷快递 还要和警察对抗一下 民警赶到现场后 将男子传唤回到了派出所 据了解呀 这男子姓季 今年39岁 安徽人 2016年跟妻子一起来到杭州务工 2017年季某因盗窃 被拘留了四个月 刑满释放后 他妻子啊 跟他说了一句 你要是再尽钱 我就跟你离婚 季某当时就把这句话牢牢的记住了 最近呢 季某和妻子的关系不好 他打定主意要离婚 又想起妻子说的这句话 然后呢 就心生一计 季某说呀 自己呀 是不再敢偷这个之前的东西了 所以呢 想到了偷快递 他觉得偷个小物件 就会被拘留那么一下 时间也短 又能跟老婆离婚 于是呢 就有了这荒唐的一幕 有网友说了 不犯法 连离婚都离不成 这让我已经没有勇气 摆脱单身了 要我说呀 前面那个控制不住嘴的小伙子 是痛风 这位呀 您是抽风 拿犯罪当离婚的借口 你这抽风抽的还不轻呢 这正是 为了快速来离婚 偷到快递有两份 不知说你真糊涂 还是说你真够魂 好了 今天第一块嘴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下回咱再 说稀奇 虽然已经立下 但是今年长春的春泊的似乎比较长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漫天飞舞的柳絮 和忽冷忽热的温度 再加上隐形的花粉 组成了这个季节美丽的杀手 这个季节可是很多哮喘人群的痛 说到哮喘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 都是并不陌生 即使身边没有哮喘患者 我们也会在电视中小说中时不时的看到 今天是第21个世界防治哮喘日 而今年哮喘日的主题是全程管理控制哮喘 哮喘本质是一种顽固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在春夏现在的这个交替的季节容易多发 这个时候大家出门户外活动比较多 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吸入花粉草粉等等 导致哮喘患者容易在这个时候喘息症状急性发作 哮喘又名支气管哮喘 哮喘的首发症状一般出现在三岁之前 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一岁之前 很多孩子在六至九个月的时候会发生毛细血管炎 或者喘息性肺炎 这很可能就是哮喘的首发症状 哮喘的很多症状都不只是哮喘独有的 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会错认 或者直接忽略掉哮喘病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所以早期诊断规范治疗是防治哮喘的关键 全世界有三亿多人的哮喘 儿科又是哮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患者群体 最典型的哮喘它是有呼吸困难 但有的孩子就凶闷 或者有孩子就表现为运动之后的咳嗽 或者是吃什么东西之后的那种咳嗽 家长都不认为那是哮喘 所以容易被家长忽视 他认为是感冒的咳嗽 或者支气管炎的咳嗽 人们患上哮喘的原因 不外乎有遗传吸入变因源 如沉满 真菌等 病毒感染或受空气污染等影响 都在夜间或凌晨发病 常伴有广泛而多变的气流阻塞 寒暖交替的时候 或者气候变化特别大 孩子就容易犯病 成人也是容易犯病 所以我们要求 一 根据天气的变化 及时的增减医务 预防感冒 老伙兄都知道 哮喘不能是发物 那发物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常见的就是 甜 咸 辣 凉 要规避一些 再就是住房间 空气流通 空气新鲜 再一个就是行 到外面去 花桌开了 有花粉 可能有些人也出现花粉过敏 诱发哮喘的发作 吸入过敏源或刺激物 是诱发哮喘的主要因素 对于哮喘病患者来说 发病因素无处不在 而且无法回避 但属于可以控制的疾病 患者应避免接触过敏源 增强体质 避免感冒 适当进行呼吸功能锻炼 第一报道 这要送客生报道 2019年5月7号 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亲情打造的 素养教育工艺 普及项目梦想大棚车 设进了吉林省孤儿学校 我们下来看一看 三年前 吉林省孤儿学校与上海 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联手创建了梦想课堂 经过三年多的不断发展 双方在梦想课堂的基础上 又共同创建 吉林省真爱梦想学校 2019年 梦想大棚车公益活动 将从长春站始发 走向全国各地 梦想大棚车 作为一栋便捷的 梦想中心迷你教室 它为公益路上 每一站的孩子们 都带来了他们 最期待的梦想课堂 在梦想教师们的带领下 他们可以放飞 自己的梦想和想象力 可以体验之前 从未触碰过的新科技 也可以感受到 其他多元化的梦想课程 能够把这套教育理念 去服务于整个吉林省 成为一个教育公益的平台 让更多的吉林省的 困境儿童 弱势群体的孩子 能够有更均衡的 教育的资源 梦想大棚车 对孩子们来说 就是一个自带魔法的梦想城堡 为他们带去了 小型图书馆 移动阅览室 流动电影院 3D打印 VR技术的梦想交流 和课堂体验 为孩子们营造一个 想学 会学 乐学的良好氛围 第一报道 用评广言报道 第一报道 纵览天下 来看发生在 国内外的新闻咨询 2019北京试园会的北京园什么样 据了解 北京园与中国馆 遥乡对望 占地5350平方米 是中华园艺展示区内最大的地区展园 北京园 以老北京四合院为核心景观 以我家院为主题 栽植北京特色植物 与牌楼 胡同 四合院 红墙 共同构成 京外街区景观 体现古都风貌 透过小院落 了解大北京 就跟把老北京的活动 搬到了试阳会的感觉 给人一种 古色古香的那种 历史的回味 新疆吐鲁番被称为火粥 是新疆最新热起来的地方 也是新疆新鲜瓜果 最早上市的地方 在吐鲁番市 善善县 屁展镇 大东湖村 几乎是家家都种植了 大棚瓜果蔬菜 由于今年吐鲁番热的早 近日 大家都忙着 采摘自家大棚里的 早熟的哈米瓜 这批哈米瓜 通过航空运输 24小时内 就会送到 安徽和浙江的客户手中 据了解 游客在紧靠村子的 库木塔和沙漠游玩后 来到村里品尝水果 也已成为 大东湖村百姓 致富的新路子 近日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高级实验师张里勋 及其团队 利用放置在甘肃省兰州市 豫中县北山的红外相机 近期拍摄到了金钱豹活动的影像资料 据了解 金钱豹主要生活在有森林的山地和秋林地带 在兰州发现金钱豹上述首次 当地时间5月4号 为加拿大三角洲市的鸟类收容所 迎来机构开放日 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参观者前来 在现场了解动物保护知识 和鸟类近距离接触互动 据了解 三角洲鸟类收容所 目前共计保护收容了 200余只老鹰 猫头鹰等各种 因为受伤而需要保护的动物 开放日的目的在于 吸引大众关注动物保护 提升爱护动物意识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精选千种春茶 茶播会免费抢先喝 华剧晨第八届 长春春季茶播会 即将开幕 现场更有精美紫沙陶瓷 好礼送不停 5月10号至13号 快来长春会展中心 9号馆免费参观 免费品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 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线索已经采用 可以获得300到1000元 不等的现金奖励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 现场新闻 前几天在内蒙古 鄂尔多斯康巴社区 康巴时区某幼儿园里 一个孩子突然出现了 抽搐晕厥的症状 当地的公安民警和众人 紧急将这个孩子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幼儿园教师监控画面显示 画面中一名孩子 坐在凳子上突然后痒 身体出现严重抽搐情况 晕倒在桌子下面 幼儿园教师发现后 立即进行紧急抢救 并向民警请求帮助 民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将孩子送往医院 并通过110指挥中心 协调交情 开辟绿色应急通道 不睡啊 不要睡 等到爸爸过来 等到手上啊 你是嗓子难受了是吧 他妈妈说早上有点咳嗽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 民警仅用了八分钟 就将孩子送到了当地医院 为孩子及时救治 赢得了时间 据了解 这名孩子是因为感冒 而引起的抽搐晕厥 经过治疗已无答案 4月27号的晚上 在河北石家庄某小区 一个孩子被困在了四楼外的空调外机平台上 接警之后 当地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展开营救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是看到 一名五六岁大的小孩 站在四楼窗外的空调外机上 孩子手抓着空调外机 稍不注意就有衰落的危险 而由于房间门被小孩反锁 消防人员无法进入室内施救 只能从五楼空降救援 来到四楼平台后 消防人员先稳定孩子情绪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安全绳绑在其腰部 确定安全后将孩子成功报起 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 原来孩子是通过窗户缺少的一根栏杆处 爬出窗外的 在平台上玩耍后 发现自己无法回到室内 随后消防人员又将孩子 从栏杆空缺处安全送入了室内 据了解 当时被困小孩和奶奶在家里玩 小孩趁着奶奶不注意 将一个房间门反锁 爬到了空调外机上 消防人员提醒家长 千万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以免发生危险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湖北的一名酒驾司机 他自以为是不听家人劝阻 酒后驾车 被民警抓了个正常 没想到的是 他的妻子上演了一出 大义灭亲 省高警下路大队民警 示意这辆黑色越野车停车检查 不料驾驶员直接开车冲了过去 停车 停车 好在收费站的收费干净 司机停下了车 要干什么呀 过来过来过来 对不起对不起 民警立即对驾驶员进行酒精快测 显示他喝了酒 随即民警将他带到一边 进行呼气式检测 驾驶员肖某自称中午喝了点酒 应该不会那么多 于是民警再次对他 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要高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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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里面还有酒吗 肖某的话让民警忍俊不禁 民警依法对肖某 作出罚款2000元的处罚 驾驶证继12分 并且葬扣6个月 肖某的妻子却拍手叫好 可以可以给他扣 你要扣一年 前两天呢 江苏高速交警在布控检查时候 发现一位叫车车主的驾驶证 不同心肠 这个驾驶证上印有的持有者的年龄 已经快100岁了 上车下来 下来 钥匙给我 随即民警要求当事人出示相应证件时 驾驶员向民警出示了一本驾驶证 民警仔细检查比对发现 这就是一本假证 更令人提笑不得的是 其伪造的驾驶证竟然连出生年份都验错了 当事人竟然是1922年生 这要是真的 岂不是年近百岁了吗 1922年算一下快100岁了 你出现这件事情以后 以后打算怎么做 还不是有把驾驶证考出来吧 民警将肖某带到大队 依法对驾驶员肖某 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 和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 分别做出了罚款1000元 罚款3000元 并执行拘留14日的行政处罚 精选千种春茶 茶博会免费抢先喝 华聚城第八届长春春季茶博会即将开幕 现场更有精美的紫砂陶瓷 好礼送不停 5月10号到13号 快来长春会展中心9号馆 免费参观 免费品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下面我们来公布一下 获得我们茶博会门票的 五位幸运观众 分别是 任女士 手机号158尾号7922 以及徐先生 手机号155尾号5358 还有杜先生 手机号155尾号4082 以及一女士 手机号151尾号9972 还有张先生 手机号159尾号3225 恭喜以上的五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等一下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及时跟五位取得联系 没错 同时在生活中 不管您遇到开心事 烦心事 或者是不平事 都可以联系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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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